家里放了几年的茶叶,还能喝吗?今天就来为大家解答,你这普尔茶也太脏了吧?老周拿着茶杯止不住地嫌弃,老周到朋友老刘家做客,几年不见,老刘热情洋溢,为款待这位多年未见的朋友,特地取出了家中珍藏了五年的普尔茶。 然而,老周对普尔茶一直抱有偏见,总觉得他带着发霉的气息,满是霉菌,显得不够干净,尽管内心抵触,但碍于老友的情面,他只得勉强接受。 当那杯普尔茶冲泡出来,老周惊讶地发现茶面上居然漂浮着一层膜,宛如浑浊的脏水,让他顿时失去了品尝的勇气,他忍不住出口嫌弃,语气中充满了不满与疑虑,老刘听到后,立即将那杯茶换掉,解释说是茶杯不尽所致。 然而,当重新泡制的茶水再次呈现在眼前,那层膜依旧存在,老刘困惑不已,难道这普尔茶真的如老周所言? 是脏的吗?茶水表面浮现的薄膜是否意味着茶?脏了。 相信每位品名之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当茶水逐渐冷却,其表面会悄然形成一层薄膜,若用勺子轻轻触碰, 竟能留下一层棕色的物质,这究竟是何物呢? 早在1994年,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两位茶友科学家,麦克尔斯皮罗和德格拉提乌斯甲干一, 便对茶叶上的这层薄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利用扫面电镜,质朴仪等尖端仪器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这并非油脂, 而是由空气、茶多酚以及碳酸钙离子等多种成分在茶水表面相互作用后凝结而成, 进一步的研究揭示,茶膜的形成与泡茶用的水质息息相关, 使用蒸馏水泡茶时,由于蒸馏水中几乎不含钙酶等离子,因此不会产生茶膜。 而普通水中含有的钙离子,尤其是硬度较高的硬水,泡茶后更易形成茶膜。 那么,这层看似,脏,的茶膜对人体是否有害呢? 事实上,茶膜只是外观上稍显不洁,它仅是附着在有机物表面的一些南融小颗粒, 既不会改变茶的味道和口感,也不会对健康造成任何影响。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探寻普尔茶的真相。 普尔茶,是否真如老周所想,是发霉制成的茶叶呢? 普尔茶真的是发霉细菌泛滥的茶吗? 网络上流传着一则说法,声称一克普尔茶中竟有高达五亿霉菌, 喝普尔茶等同于喝脏水。 然而,这一说法其实并不准确,普尔茶并非发霉茶, 它是经过独特的堆卧发酵工艺制作而成。 在制作过程中,晒清茅茶需要先撒水, 然后用抹布覆盖,堆成高达一至两米的茶堆。 茶堆中心的温度甚至可以达到四十至六十摄氏度。 这一步骤看似实在,培养,霉菌,使普尔茶得以发酵。 但这难道不正说明普尔茶是发霉制成的吗? 事实并非如此,普尔茶本身就蕴含了包括黑曲霉、 灰绿驱霉、青霉等在内的多种微生物和霉菌。 其中,黑驱霉的占比更是高达八成。 黑驱霉是自然界中常见的可导致食物腐败的真菌。 它在食用酒精、柠檬酸等食品的加工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黑驱霉与黄驱霉素虽名字相近, 却是性质迥异的两种物质。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宗茂明确指出, 黄驱霉素更天好于脂肪含量和蛋白质含量较高的环境进行生长繁殖。 而普洱茶中的脂肪和蛋白质含量均较低, 其生产过程也不利于黄驱霉素的繁殖和毒素产生。 更何况,茶叶中的茶多酚对黄驱霉素具有天然的抑制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普洱茶并非通过发霉制成。 然而,我们也需要注意, 在日常保存普洱茶时, 若保存不当, 确实有可能导致茶叶发霉。 值得注意的是, 茶叶并非越沉越佳。 理论上讲, 如果保存不当, 存放时间越长, 茶叶被黄驱霉污染的风险就越大。 尤其是在一些湿度较高的地区, 茶叶受到黄驱霉素污染的概率会更高。 不同种类的茶叶, 其最佳存放时间也各有差异。 接下来我们一一探讨。 1. 普洱茶 普洱茶的最佳保质期约为10年, 虽然常说放得越久越香, 但这其实指的是在保质期内存放时间越长, 茶叶的品质和口感会越好。 然而,如果保存不当, 茶叶的保质期可能会缩短, 品质也会大打折扣。 2. 绿茶 绿茶的存放时间相对较短。 常温下通常可保存一年左右, 若保存不当, 可能在8至9个月后就会出现茶叶变黄的现象, 影响饮用体验。 而使用专门的茶叶冰箱储存, 则可将绿茶的保质期延长至18个月。 3. 红茶 红茶的保质期通常也在一年左右。 不过,散装红茶的保质期可能稍长, 为18个月。 而灌装红茶的保质期则可能长达三年, 但无论哪种红茶都应在保质期内饮用, 以免茶叶变质,给健康带来潜在风险。 此外,饮用普尔茶时,应避开以下几种情况。 投泡茶不宜饮用。 普尔茶在制作过程中, 茶叶上可能会残留一些杂质和灰尘。 投泡茶主要是为了冲刷茶叶, 去除这些不洁之物。 因此不建议饮用,避免饮用烫茶。 烫茶可能会损伤口腔和食管的上皮粘膜。 长期饮用烫茶还可能增加患癌症的风险。 建议将茶水温度控制在18至45摄氏度之间, 即使在冬天,也应保持在50摄氏度以下。 慎饮新鲜生茶,这类茶叶未经氧化处理, 含有较高的多分类物质。 全类以及可能存在的柔酸和咖啡碱等成分, 饮用后可能出现新剂。 恶性、全身发抖和四肢无力等症状, 空腹饮用时症状可能更为明显。 因此,在饮用普洱茶时, 应特别注意选择适合自己体质和口味的茶叶, 并遵循正确的饮用方法。 喝茶真的能够保护血管吗? 一、茶叶,自然的血管守护者。 在探讨茶与血管健康的奥秘时, 我们首先要深入剖析茶叶这一自然界的神奇馈赠。 茶叶内蕴藏的丰富生物、活性物质, 茶多酸、氨基酸、咖啡因、维生素等, 共同编织了茶叶独特的健康魅力。 茶多酸、血管的清道夫, 茶多酸,尤其是其中的儿茶素, 如同血管的守护神, 具备维护血管健康的关键力量, 它们能够有效减少血管内支质的堆积, 预防血管壁的硬化, 为血管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 此外,茶多酸的抗炎作用也不容小觑, 能够减轻炎症因子对血管的侵害, 确保血管的弹性和通透性得以维持。 氨基酸、神经的缓冲剂, 茶叶中的氨基酸, 特别是茶氨酸, 是调节神经系统, 缓解压力的得力助手。 当压力得到舒缓, 血压自然也会随之降低, 从而减轻对血管的负担。 咖啡因,血管的微调气, 茶叶中适量的咖啡因, 仿佛一位翘首的吊音师, 能够刺激心脏, 适度扩张血管, 提升血液循环效率。 然而,我们需谨记, 咖啡因的摄入应恰到好处, 过量可能会引发不适。 维生素,血管的营养师, 茶叶中的维生素C, 以其卓越的抗氧化性能, 守护着血管细胞免受自由基的侵扰。 确保血管内环境的稳定与和谐。 尽管茶叶中的成分对维护血管健康 具有诸多益处, 但我们仍需明白, 一个全面的健康生活方式 才是通往健康之路的基石, 均衡的饮食, 适量的运动, 以及良好的心理状态, 与适量饮茶相辅相成。 共同构筑起我们健康的防线, 对于特定种类的茶, 如绿茶和乌龙茶, 因其茶多酚和R茶素含量较高, 可能在维护血管健康方面 展现出更为出色的表现。 然而, 每个人的体质都有所不同, 选择适合自己的茶种和饮用量 显得尤为重要。 二, 喝茶守护血管健康, 使用攻略。 喝茶对血管健康的益处 已广受赞誉, 然而, 想要真正发挥其功效, 还需掌握正确的饮用方法, 选择适当的茶叶, 把握饮用时机 以及掌握泡茶技巧, 都是至关重要的。 选择优质茶叶, 绿茶和乌龙茶 因负寒而茶素和茶多酚, 成为维护血管健康的优选。 绿茶以其卓越的抗氧化性能著称, 有助于减轻血管内的炎症反应。 而乌龙茶在促进脂质代谢方面表现出色, 有助于保持血管通畅, 控制饮用量, 尽管饮茶有益健康, 但过量饮用也可能带来不适, 建议每天饮用三杠四杯, 每杯约二百毫升为宜。 此外, 含咖啡因的茶叶应避免在晚上饮用, 以免影响睡眠, 掌握泡茶技巧。 泡茶时, 水温的控制至关重要, 绿茶最适宜的水温为八十至八十五摄氏度, 而乌龙茶则适宜九十至九十五摄氏度的水温, 过高的水温会破坏茶叶中的营养成分, 降低其保健效果。 同时, 泡茶时间也不宜过长, 一般三至五分钟为宜, 以避免苦涩成分过多释放, 选择合适的饮茶时机。 空腹饮茶可能刺激胃酸分泌, 对胃部不利, 因此最佳的饮茶时机是餐后一小时左右, 既能品味茶的醇香, 又有助于消化, 同时避免空腹对胃的刺激。 最后, 我们还需考虑个人体质的差异, 不同的人对茶叶中的成分可能会有不同的反应, 如咖啡因敏感等。 因此, 在开始饮茶时, 建议从少量开始逐渐增加, 并密切观察身体的反应。 通过上述指南, 我们可以看出, 喝茶确实可以作为保护血管的日常习惯之一, 然而它并非万能药。 维护血管健康的最佳方式是结合健康的生活方式, 包括均衡的饮食, 适量的运动和良好的心理状态。 在这个基础上, 适量正确的饮用茶才能起到保护心血管的作用。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